选举不是从政的唯一出路 要真正是可以在香港行政主导之下 发挥到管治的效能 都是需要走入去特区政府这个热厨房 这样才更加有机会为香港摊调出 成宴佳颜 6月5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在出席民建联举办的政道 治政理念研习课程开学礼时至此表示 要施政畅顺就需要大量有能力的治港人才 她指出选举并非从政的唯一出路 呼吁有智者进入特区政府的热厨房 为香港做出贡献 林郑月娥表示 过去两年香港经历了由乱到治的重大转变 在2019年6月开始的一年后 经历了艰难、黑暗的日子 黑暴横行 近乎恐怖主义的活动出现 也有一些反中乱港的分子 明目张胆 鼓吹港独 自决 冷炒 也有人制造议会的乱象 意图借着选举夺权 为特区社会和政治体制 带来极大的安全风险 游行中央有两项合时的重大举措 即是去年6月制定香港国安法 并在香港颁布实施 以及在今年3月通过修订的基本法附件1和附件2 完善了香港特区的选举制度 落实爱国者治港 令到一国两制重回正轨 也都令到香港长远的繁迷稳定 得到保障 林郑月娥指出 全国人大通过完善特区选举制度决定中的一个目标 就是要切实提升特区的治理效能 在特区行政主导的制度之下 特区政府对于落实有效管制负有最大责任 当我们完善了选举制度之后 令到行政和立法机关可以重新建立理性互动 互相配合 互相制衡的同时 市民自然是会对于特区的管治有更高的期望 因此虽然本届政主任期组成一年 但我们绝不会改善 而会用好每一天的时间 为市民解决问题 做实事 谋复指 林郑月娥表示 自己已从事政府工作超过40年 香港过去一段时间的困境 令她对中央对于一国两制的坚持 对香港的限制秩序 以及香港社会各方面的问题 都有更深刻的体会 同时也对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未来更有信心 一国两制仍然是确保香港长期范围稳定的最佳制度 只要大家一起深一截 全面准确换设落实一国两制的方针 和外国者治港的刘则 香港一定可以保持长期范围稳定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为国家作出贡献